看这是越南城管 很多人说越南没有城管 越南跟中国一样 它也有城管 越南城管 因为越南现在摩托车也很多 人非常多 如果没城管的话 那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说有城管 但是它允许 允许摆摊 允许摆摊 它允许在某个地方摆摊 这个地方不允许你摆摊 它肯定把你赶走 它允许在指定位置摆摊 就像这个湖边 外国人比较多 看这个美丽 都是学生 它允许摆摊 就像在湖边 外国人比较多 它允许老百姓在这随便摆 随便就是挑个担子摆摊 挑个担子摆 城管还是蛮多的 一般这种比较高冷 非常高冷 大家看又一个城管 又一个城管 一般这些学生 都比较高冷 因为他们都是学生嘛 我现在都三十多岁了 找个能结婚的 学生现在不能结婚 所以说我也不想找 拍照的特别多 所以说越南是有城管的 而且城管跟中国一样 也很暴力的 说赶紧走就赶紧走 有的菜市场城管 拿着警棍 拿着警棍 所以说越南不是说没有城管 只是说它就是有些地方 它允许你摆摆 有些市场 比如说中国规范 比较规范 不允许你摆 有的是它允许你摆 所以说显得很乱 其实它有城管的 城管而且很多 看这就是城管 很多的 很多的 很多城管 百分钟 just 处理 信交